哈嘍大家好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頻道 我將古文歷史轉換成白話故事 希望能讓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前任的經驗以及智慧 那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我們說到 李打算以死殉果 而他的門客陳輝則是跟他說 老闆你先等一下 至少等我跟劉邦討論過之後 你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行動好嗎 說完 陳輝立刻翻出城牆 去這劉邦陣營去找他 陳輝見到劉邦之後他跟劉邦說 佩公我聽說 楚懷王曾經跟楚將約定 先入關中者為王 這件事應該不假吧 所以我猜 您現在應該急著想進入關中吧 聽到這 劉邦回答他說 是 就算我想進關中 但也不表示我願意放棄攻打這碗城 你直接說吧 你來這做什麼 陳輝回答劉邦說 佩公 我這有個兩全其美的方案 既可以協助你早日進入關中 也可以保住我完成居民的平安 你想聽聽看嗎 劉邦一聽 他點點頭告訴陳輝說 好啊 你說來聽聽吧 陳輝告訴劉邦 晚縣是南陽郡這個大郡的主要城市 附近相應的城池有幾十座 人口眾多 糧草充足 郡守旅以以及晚縣的軍民都認為 他們要是棄手晚城 將來一旦朝廷問起罪來 大家一定都是死罪 既然横數都是一死 所以大家已經是抱著必死的決心 要與您一戰 你確定 你要與這晚城的軍民拼命嗎 我們先不討論 储軍會戰敗吧 就算您储軍戰勝 你有算過 储軍的損失會有多少嗎 而這剩下的储軍 還有沒有辦法 支持您順利的掃除前方的秦軍 抵達這些陽城呢 這光是要攻打晚城所需要花費時間 恐怕就足以耽誤您與處亡的關中之約了 不是嗎 然而 要是落到晚城不進行進攻 我相信 您也會擔心 將來遭到晚城部隊在後方的襲擊 是不是 所以現在 我這裡有一個解決方案 那就是 我去說服我老闆旅以投降 但 您得保證 您會封賞他 並且 讓他繼續擔任這南洋郡守 駐守於此 那治癒他的士兵呢 則由您全部帶走 這樣 你向西前往咸陽 帶上晚城的士兵 您储軍的身世會更為浩大 而前方其他秦軍的官藍 曾所見到此 他們會很清楚的知道 投降 佩公您將會善待他們 但若反抗 尹川郡就是樣板 只有這樣 您才能無後顧之憂的 趕上這關中之約 您說是吧 聽到這 劉邦回答陳輝說 好 我就封呂以為英猴 那至於你嘛 我就賞你為親戶 陳輝在得到劉邦的回覆之後 回去向呂以報告這個結論 他告訴呂以 老闆 秦朝的滅亡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現在 只有投降的劉邦 才是正確的選擇 就這樣 呂以投降 並獻出了晚城的士兵 哇 這個轉變 讓劉邦一下子 有人有良 整個西征的储軍態勢 完全不一樣啊 而也就是在這時候 張涵所率領的秦軍 向向羽投降 而就在張涵投降 向羽不久之後 這原先趙國將軍生涯 他攻下洛陽 準備迎接向羽 進入洛陽 這下 讓劉邦與向羽 西進咸陽城的競爭 開始白樂化了 劉邦在實力大增之後 接下來 他在沿途招降秦軍 這一路上呢 可以說是一馬平川 無人能敵 他所遇的秦軍 飛翔擊敗 沒有一座城池 是他拿不下來的 不過這些都還不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是 劉邦 他能約束自己的軍隊 對於他們所攻下的城池 他嚴格的要求所下降刺 不可以傷害或是騷擾百姓 也就是所謂的軍紀嚴明 對於所過之處的百姓 劉邦是秋毫無犯 千萬不要以為這件事很簡單啊 因為 在一般的時候 就算軍隊的後勤良想充足 但士兵們仍然會在戰爭的高壓環境下 做出許多不能道的事情 何況 現在劉邦所率領的這批 可以算是臨時拼湊的野戰部隊 講句不好聽的 他們 跟盜賊的差異並不大 唯一有差別的 大概就是他們出兵的口號 所以 你要這幫人攻下城後 不要搶錢搶娘搶女人 這難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不過 也正因為劉邦對軍隊有這種要求 才會讓各城池清國的軍民抵抗程度大幅降低 最後 劉邦率軍直抵丹水 在高五侯七師 以及香侯亡靈 在西林紛紛投降之後 劉邦再次率軍回宮胡陽 並與吳瑞手下的將領梅宣合作 連下西縣立縣人地 接著 他們進軍 攻打這通往大秦的門戶 五官 也就是現在 陕西省洛桑市丹鳳縣東 位於邵溪山峡谷之間的這座關愛 雖然眼看著大秦帝國已經是搖搖欲墜了 然而劉邦知道 接下來 他 要與實踐賽跑 因為 張涵既然已經投降 那 項羽就非常有可能長驅直路先入關中 為了縮減戰士的時間 劉邦決定 繳斧並用 也就是 一手拿出蘿蔔 另外一手拿出棒子的策略 所以 除了一邊攻城 另一頭 他也派出了使者寧昌前往這咸陽城 私下先去找這趙高 那企圖借由趙高的 來說服秦二世放棄抵抗出城投降 那 秦二世 他會願意投降嗎 欸 這有點難 因為 他根本就還不知道 他的大秦帝國就要亡國了 他要怎麼投降啊 沒錯 這混到最高點的秦二世皇帝 在被趙高用指路為馬招式耍了之後 他就搬去這上陵院 整天在那邊涉獵遊玩 他是無憂無慮啦 不過 趙高可就不是啦 因為 他之前多次跟秦二世說 陛下 安啊 這些反派農民 根本不止一提 但眼下 項羽在聚入大破秦軍 接著 張喊屢戰不勝 現在 劉忌就快要進入五關 眼看著大秦帝國就要大難臨頭了 這 該怎麼辦是好呢 想不到 那就去睡覺 所以 他裝病不上吵 別鬧了 這樣怎麼行啊 你不上吵 難道時間會被按下暂停嗎 不可能的好嗎 而就在這時候 秦二世找他過去 糟糕做賊心虛 他心裡已經 不會吧 有人向陛下通風報信嗎 便沒有啊 秦二世找他做什麼呢 這是因為 秦二世這幾天做了一個怪夢 他夢到他的馬被一頭白老虎給咬死了 他找占卜的人來算了一下 結果 這占卜的人告訴他 這是因為金水之神在作怪 所以呢 要他祭祀金水水神 他想 欸這件事 我還是請問一下趙高好了 所以他才把趙高找了過來 趙高一聽 欸好機會 什麼機會 那就是將秦二世支開 讓他遠離皇宮 那這樣 他就不會知道外頭發生什麼事了 於是 他告訴秦二世說 陛下 您還記得 您前兩天 在上陵院射死人的事情嗎 秦二世回答他說 記得啊 不過就死了個人啊 怎麼樣 趙高接著說 陛下 就算是天子 無故殺人 這老天也不會允許的 所以呢 就算您祭祀水神 恐怕這上天 還是要降災於您啊 這樣吧 我看喔 您還是先遠離皇宮 先避避風頭 秦二世一聽 遠離皇宮 那我要搬去哪 趙高回答他說 嗯 您就先牵去這望夷宮吧 至於要摘戒沐浴祭祀水神 您在那裡進行就可以了 秦二世一聽 嗯 這樣也好 那我就聽你的 先搬過去吧 來到了望夷宮之後 秦二世要人準備四匹白馬 他 準備要來祭祀 然而 卻在這個時候 有人向他通風暴行說 陛下 聚入一戰 亡黎大白 而張函所率領的秦軍 也不敵項羽所率領的聯軍 正在節節敗退 聽到這 秦二世完全不敢相信 怎麼可能 趙丞相都說了 這些反賊根本不值一提 他們 怎麼有可能重創我秦軍呢 欸 不過好奇怪 這陣子都沒有聽到 趙高說前方戰士的消息 欸 那好 我找他來問問看吧 接著 秦二世將趙高找來之後 他問趙高說 欸趙高 我聽說王黎張函都不敵判軍 這怎麼一回事啊 趙高一聽 趙欸 沒想到紙還是包不住火 那 要怎麼回答呢 他告訴秦二世說 我也聽說啦 不過我懷疑這是個假消息 陛下您想想看啊 這種事有可能發生嗎 張函有可能會被打敗嗎 所以喔 您別擔心啊 我已經派人去詢問張函 看他前線的狀況怎麼樣 相信這兩天 應該就會有消息回來 秦二世一聽 欸原來是假新聞 欸好啦 不要影響我災界 我還要計事呢 說完他轉身離開 那秦二世離開之後 趙高立刻將他弟弟趙臣 以及他的女婿顏樂找過來 欸欸欸欸 等一等 不是都說趙高是換官嗎 怎麼會有女兒 而且還有女婿咧 誰知道 不知道之前誰說他是換官的 因為我們之前只有說他是隱官 並沒有說他是換官 所以 他是不是換官這一點 老樣子 請考據學者來幫忙 我們這邊先不要研究 那繼續說我們的故事 見到這兩人之後 趙高跟他們說 哎呀天下大亂 我每天都勸陛下要好好管理朝政 然而 他卻一再的貪玩享樂 完全聽不進去啊 現在 眼看這叛軍就快要攻到咸陽城了 我剛剛跟他報告這件事 沒想到 他竟然想將這鍋全部甩給我欸 我個人的死身是小 但 一想到會牽連到你們 我就擔心啊 欸是這樣的 我的想法是 與其讓這昏君動手先除掉我們 那還不如我們先下手為強 把他給做掉 然後 蓋離著子音為王 子音這個人 仁慈又勤儉 百姓們都很喜歡他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啊 你們兩個看 我這計劃怎麼樣 還能怎麼樣 這兩人 哪裡不知道你糟糕在那邊鬼扯啊 但 死了情二世 終於自己去死好吧 加上 這樂言的母親 現在還被你糟糕 請在家中做客 你要他說什麼 所以接下來 他們開始規劃 要怎麼好好的送這秦二世上路啊 這天 也就是秦二搬到旺宜宮的第三天 糟糕派人 匆匆忙忙跑來見這秦二世跟他說 一下 不好啊 判軍已經公路咸陽城中了 接著 嚴肋率領的上千名士兵 身穿白色服裝 衝進了旺宜宮 將旺宜宮的首位全部制服 他質問這些首位 你們 為什麼獅子 讓這幫盜賊闖進宮中 這首位一聽 欸你在說什麼 這裡戒備身炎 哪一來到賊 你是看到鬼喔 根本在那邊胡說 嚴肋一聽 你廢話 當場 他將這帶頭長官給殺了 接著 他帶兵 一路殺進宮去 這旺宜宮中亂成一團 那秦二世一看 欸 不會吧 嚴肋 你為什麼造反啊 嚴肋一聽 老闆 你對白有點深度行不行 你這問題 我要怎麼回答你啊 於是 他朝這秦二世一劍射去 不過 劍法不好 沒射中 接著 這躲過一劍的秦二世大叫 來人啊 快來給我這樣炎熱拿下 不過很抱歉喔 沒人敢動喔 秦二世見到這狀況之後呢 趕緊拔腿袖跑 躲到後面的內室 他對他身旁 一直不離不棄的四位說道 欸欸欸 這是怎麼回事啊 是糟糕要模反嗎 聽到這 他旁邊的位置 實在是有夠無言的 不會吧 老闆 你的判斷力 會不會也太離譜了 接著 他點了點頭 秦二世一看 哎呦 他要造反 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這四位跟秦二世說 陛下啊 我就是因為沒有告訴您 才能活到今天啊 這一切是您自己造成的啊 聽到這 秦二世這實在恍然大悟 蛤 我錯心了 糟糕 原來李斯才是好人啊 那 他有機會 重來一次嗎 這得看看 站在他面前的炎樂 要不要給他這個機會了 炎樂來到秦二世面前 洋洋傻傻數落完他的罪狀之後 他跟秦二世說 陛下 為了您的體面 我看 您還是自我了結 省得微臣動手啊 聽到這 秦二世跟炎樂說 欸 炎樂我平常帶你不薄耶 你可以讓我先見見糟糕 讓我跟他說幾句話嗎 面對秦二世的問題 炎樂搖了搖頭 秦二世接著再說 呃 這樣吧 我可以不做荒帝 只要他願意給我一個翻旺的位置 呃 要不不要翻旺也行 萬戶猴也可以 呃 萬戶猴不行的話 我我我可以跟我老婆一起做個前手 這樣也可以 欸 您您就拿我一命吧 面對秦二世這種歇斯底里般的請求 炎樂給他的回應 只有一再的搖頭 最後 他跟秦二世說 筆下 我這趟是奉了趙丞相命令 來為天下人除掉您的 隨你的話 我無法轉達趙丞相 算 他要他身邊的士兵去幫秦二世一把 讓他自我了斷 秦二世三年八月 就在張涵秦君投降了隔一個月 秦二世也被沖進了這歷史的洪流之中 最後 被趙高用平民的禮節下葬 而殺了秦二世 並且拿到傳果玉璽之後 趙高在面對這極大權力誘惑的時候 他 曾經一度想要自己激認 爛了 羨慕說有沒有大臣要挺他 就光他上殿三次都引發了劇烈的搖晃 甚至差點導致大殿幾乎坍塌 趙高明白 唉 看起來老天並不想要我坐在這位置上 所以 他只要按照原定計劃 叫人把這子英找來 由子英即位 是為秦王子英 請注意喔 在這裡 子英並不是秦三世皇帝 因為趙高認為 之前之所以稱皇帝 那是因為秦國滅六國 爛了 現在六國都已經重新復國 而秦國實際上能管理的地方 已經大幅下降 所以 子英應該只能稱秦王 不應該繼續沿用皇帝這個頭銜 趙高之所以這樣做 其實也是在幫自己鋪後路 他想要對聯軍表示散意 那聯軍會吃他這一套嗎 目前聯軍只有劉邦一支部隊 兵臨城下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他的反應吧 劉邦這頭 雖然他之前派出宁昌前往這咸陽城 私下去找這趙高義和 但這可不表示他不會繼續攻城 面對這大秦帝國東南面的大門 就像前面說的 劉邦決定交輔兵用 所以他派出了立一基以及陸甲 準備去說服這五官的首相 另外劉邦一早就準備好 他準備押上大軍 若是無法說服就要攻下這五官 那這五官是要戰還是要降呢 五官攻防戰究竟會如何進行呢 欸出乎意料 因為當劉邦軍隊來到五官時 他們發現 欸這五官的首軍怎麼那麼少啊 空城計嗎 難道其中有詐 都不是 這是因為你劉邦軍隊來的實在太快了 完全出乎秦國的意料之外 加上古代通訊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所以當劉邦抵達五官時 秦國根本就還沒有對五官進行增援 於是才會出現這種幾乎無守軍面對的狀況 就這樣 劉邦一不小心的吸取五官成功 打開了秦國關中的大門 攻下五官不久之後 劉邦收到了趙高的使者 前來告訴他秦二是已經死了 目前秦國改立只因為秦王 他們想要邀劉邦入官 並且封他為王 與他共享關中 劉邦一看 真的假的 你不出城投降 要我進去 那這一進去 不是剛好讓你忘中作憋 你真當我傻了 誰會天真相信你這種鬼話 正是的 哎呀 劉邦你太多疑啊 人家趙高說的是真的啊 不是鬼話 不過很抱歉 劉邦就是不信 因為現在的他 只相信實力 對他來說 我還沒有進入五官之前 我可以跟你好好地談 不過 現在五官已經拿下了 你秦國關中大門已經打開 這時候 你要拿什麼跟我談啊 是的 要談 也得要有價值才能談 你秦國瘋的王 對我劉忌現在來說 一點價值都沒有 既然你不願意出城投降 那我就打到你出城來 所以接下來 劉邦加緊腳步 繼續領軍前往這藍田 為了避免遭到秦軍兩帝夾擊 劉邦同時派錢兩萬人前往這搖關 也就是現在陝西藍田縣的藍田關 然而 就在此時 一旁的張良建議他說 佩公五官已破 加上張寒投降 這都已經說明秦國就快要完了 接下來 若是過多的殺戮 對於您將會要管理這裡 並不是好事 加上 越接近關中 秦國的守軍也應該會越強 所以我建議 這樣這樣 劉邦一聽 好 有道理 那就按照子房建議去做吧 他先改派利益機去這搖關 看看 能不能說服這秦軍守成的官員 讓他們主動投降 這利益機在裡面之後 立刻帶著厚重的伴手禮前往這搖關 準備展開他的遊說工作 那要怎麼開始呢 告訴對方投降有多少好處 這一路上已經有一堆人投降 而且劉邦給他們好處也沒少 這搖關守將要是想要投降 早就開成投降了 那利益機能做什麼呢 還記得前面劉邦剛剛說過什麼話嗎 沒錯 要談也得要有價值才能談 那劉邦能提供什麼價值呢 通常所謂的價值有兩種 一種是威逼 也就是說只要你同意你就能活下來 這個價值就是你的命 而另外一種是利誘 也就是利益機現在手中的伴手禮 不過因為劉邦現在在趕時間 所以他一次給上你兩種價值 讓你搖關守將好好考慮 這怎麼說呢 因為在利益機出發之前 張良已經事先打聽到 這清軍搖關的守將 原先是個屠夫的兒子 換句話說 家裡也算是做過小生意的 既然是生意人 那就能以利動之 所以張良建議利益機帶後裏過去 然而這些還不夠 張良另外還建議劉邦 多拿幾面大旗 給他插得滿山滿谷 讓搖關的守將看看 我储君的身勢到底有多浩大 這樣他們才會明白 投降才是活命的唯一選擇 換句話說 就是展現實力威逼他投降 最後張良還告訴劉邦 除了這些東西 另外還要麻煩佩公寧 預先準備好五萬份的軍糧 誒 準備軍糧做什麼 別著急了 晚點你就會知道 這利益機進官之後 這守成的將軍你看 哇 這麼貴重的禮物 他回覆利益機說 其時候我也早有耳聞佩公大名 我也願意歸入他麾下 那這樣吧 就讓我們洗手合作 連手攻下這行陽城吧 利益機一看 呦 怎麼那麼順利啊 所以 他立刻回去 開心的向劉邦報告這個結果 然而 就在這個時候 一旁張良 卻說話了 他說什麼話了 他跟劉邦說 佩公 我們不要接受他們的投降 劉邦一聽 欸 什麼跟什麼 不是你說要早想嗎 怎麼馬上就反悔啊 張良回答劉邦說 我沒有反悔啊佩公 因為依據情侶 如果是這搖關守軍投降的話 將會獲言家人 你看 這搖關離咸陽城這麼近 換句話說 這守城將士的家人 應該大多數都在咸陽城中 這城守 或許會因為貪圖小利而開城投降 但 他底下的士兵 是不是這麼想的 我們不知道 如果與他們共同昔進 這對我軍不一定有利 劉邦一聽 他點了點頭 然後 他閉上雙眼 我知道了 你這是假圖滅國對吧 張良點了點頭 沒錯 正是假圖滅國 欸 要是忘了什麼是假圖滅國 這句成語的話呢 可以去看看我們之前春秋第23集 講到這進仙宮 滅掉國與兩國的過程 這成語的意思是指 以向對方問路為民 而行滅亡對方計謀之死的做法 哇塞 沒想到這張良也是個狠角色欸 那 储君的假圖滅國計劃 會成功嗎 這搖關 他們能攻得下來嗎 這故事 將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 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要麻煩您記得動動你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點讚訂閱追蹤以及分享喔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頂層階級的思考邏輯以及做法方式 我們就有機會改變自己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